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大龙两个人是在没有人大手的情况下 是如何协调的 这种情况真的只有两个字才能解决 那就是团结 有一方有私心或者偷懒 那这个事情都是完不成的 每天早上肉肉起的还是挺早的 有时候六点半有时候七点 他一起来我就必须得起来 大龙这个时候可以多说一会儿 然后我就直接杀到厨房里面 去把肉肉早餐先做出来 然后盯着他吃完 这个时候大龙就可以起来接力了 他自己把肉肉送到现在的托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已经把我们两个人早餐全部准备好了 等他回来还给自己做杯咖啡 然后我们两个就可以开始 一天当中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吃早餐 大概前后二十多分钟吧 我自己上班是一点钟 大龙上班是九点钟 但是他自己的上班 经常会被我的一些安排推迟 所以早上我们会经常有一些安排 去看学校或者是去展观 还好他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早餐以后他就会嚼嚼花 然后刷一下手机看一下新闻 我就会马上火速去洗手间 要从头开始弄俗称装修 第一步就是用雅蒙的美容仪 做全脸保养只需要六分钟 它的综合能力很强 体量负色促进胶原蛋白生成 紧致轮廓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触手可洗的地方 你会天天用它 也许是年纪来的吧 而且我非常忙 所以我觉得这个步骤比我刷牙还要主妙 它是无限的 充完电可以用很久 你可以拿到客厅 并看电视便用 近几年我在生完娃娃以后呢 我就真的是不敢再偷懒了 特别是在日常的面部护理方面 我也奉劝大家一句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这个护理和护理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非常大 喷子们也别喷我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那些不爱美不臭美的女人 我只能说你是天生丽质 反正咱们现在是走的下坡路啊 就是我会想尽一些办法去对抗地球的引力 我弄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护理加上化妆 龙先生已经在门口等了 我们就赶紧的 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 我一等上班 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跟大龙一起出来 因为从我们到了中国以后 每天上午的安排都非常满 一些商务饭局 我们都会把它安排在中午 因为我的工作时间和肉肉的关系 都不会放在晚上 如果哪一天碰上肉肉 要上英文课的时候 大龙就会直接把肉肉 从托班里面接出来 然后送到我上班的地方去 而且肉肉吃的晚饭 便当也是提前准备好的 会让他在上课之前吃好 差不多8点到8点半左右的时间 我们就会从我上班的地方出来 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 所以基本上在回家的路上 肉肉已经睡着了 每一次看见他 睡着了被我们从车子里拽出来 他从月子里出来 一直都是这种状态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丝丝心疼 但是我很清楚 我们必须得这样 家里的父母又不欠我们的 这么大年纪 为什么一定要帮我们带孩子呢 而且反而让我觉得就是 会让我们三个人很团结 有时候啊 我们自己不要让其他的家庭成员 置身事外 无论你有多能干 你也不要包揽下所有的事情 还要使劲夸对方干得好 好了 散会 文字幕短 文字幕制作者 joining Christmas